人民的保姆竟然恐吓人民 还涉嫌教唆去扎人民的店 这个是98年底的时候 有一个警察跟朋友到中立去一家餐厅用餐 结果呢因为店员收包厢赶人 这个警察一气起来竟然大声的呛吓 当天店家就被二十几名的黑道分子给扎店 扎的损失惨重 而涉嫌恐吓的这个警察也被依照了恐吓罪 判三个月的有期徒刑 一群黑帮分子冲到店门口 就是一阵乱扎 不但拿棒球棍狂敲 还拿一字往门口砸 玻璃门几乎碎裂 当然大家都吓死了 就莫名其妙了 怎么会这样子 对大家都会吓到 每个人吓到 全部的客人都吓到 提起当时服务生还是很害怕 因为他们砸完大门还不够 甚至冲进店里先桌泄愤 还拿棒球棍砸烂柜台 倒霉的女店员更是吓得爆头发抖 三年前12月 王兴远景和友人到中立市餐厅用餐 同桌还有几名黑道大哥 聊得正开心 店员却进来收包厢 疑似咬杆人 惹来王兴远景不满 大声呛瞎 同桌黑道大哥跟着恐吓 要让店家生意做不下去 没想到当天 就有黑道分子跑来砸店 三点多的时候就进去包厢 那请他们赶快结束 那本件被告他因为一时气愤 导致餐厅的人员心生畏惧 所以我们法院才信证人的证实 判处被告有期徒刑三个月 法官认为原警恐吓店家属实 但无法证明就是他叫所杂店 因此8号将网信原警以恐吓罪 判三个月有期徒刑 全案还可上诉 不过人民保姆涉嫌恐吓 还放任黑道杂店 这样的行为叫人民怎么安心 今天新闻简真风 黄祝华许玉平 桃园采访报道